那些痛的記憶 活在春的泥祖名 滋養了大地 開出下一個花季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急診室 我是柴瑩 今天請到華信頭顧邱婷太邱老師 老師好 柴瑩你好 全國投資團大家好 擺脫美股產跌陰霾之後 台股今天是回漲的趨勢 翔毛老師仍然撼大的股票是率先反彈的嗎 好我想今天機會難得 今年全世界股市有幾個 有一個特色就是回檔速度很快 就好像我說的 回檔速度很快 可是那個利空 兩三天就結束 投資者你知道什麼 股市會一直跌是利空一直存在 或者說利空一直持續 然後股市就一直跌 我們講說源頭活水 如果你利空消失了 所以股市跌就馬上就彈上來了 今年我們講說 這波前的股市主跌 源於在美債的殖利率飆高 但是昨天 昨天你看美股還是沙尾盤 但是美國公債殖利率掉下來了 殖利率飆高股市群成空投 或者說大跌 但是殖利率突然間掉下來了 今年很多次都這樣子 今年年初也是美國公債殖利率飆到7年的新高 美股大跌 結果沒幾天之後殖利率掉下來了 這一次殖利率飆高 又比元月份更高 也是創7年新高 結果昨天美股大跌有沒有 你最後收盤看到殖利率是掉下來的 所以現在的盤後美股也大漲了 亞洲股市也大漲了 台北股市當然就大漲 為什麼呢 因為今年都是這樣啊 還記得兩個月前那個里拉事件 那個土耳其里拉突然間急扁有沒有 那國際股市跟著拉回 結果沒兩天里拉開始急拉了 所以今年會有利空 他速度都很快 但這種利空就不是波段的利空 你說真的是空投的話 就這樣講好了 照理說今天美股大跌 殖利率持續飆高 結果沒有殖利率反而掉下來了 所以美股盤後馬上就反應了 這台北股市今天大漲的原因 然後今天最主要是回到1萬點以上 昨天的美國股市實際上只有道雄比較跌 其他科技股已經在抗跌了 所以旁空的美國股市就大漲了 所以台北股市今天就跟著大漲了 另外台北股市已經跌過頭了 我覺得融資大減到這時候也隨時要反彈了 所以你要選擇9月營收漲望比較好的 然後我說實在跌破1點 也是這一年多來發生的第一次 那也不要忘了咱們的執政黨 今年選情好像也不是很樂觀 那執政黨也要選舉 現在目前為止能夠引以為傲的 就是台股在1點 那你如果再跌破1點的話是不妙 所以基於很多種理由 包括我們說的利空好像慢慢促進的話 那我們就要來看看 同志朋友我再講一遍 現在就有機會 他說拉回早買點 那今天已經快速反彈了 今天有兩個重點 第一個南亞科漲停 大力光漲停 這兩個是重量級的股票 要記得重量級的股票的起漲 剛開始漲有沒有 是從第一根漲停開始的 所以他們是同樣級股票 所以我認為下個禮拜 應該還有不錯的行情 尤其如果能夠趕快把這個 昨天跌了600多點收復的話 那大概就非同小可了 一為一波不錯的行情 來趕快來看 好 那這個就是我說 這是我看了唯一的美國股市 叫Lumantum 我們你看看一下 這個彩衣你看 這一天美股跌了它有沒有跌 他慢慢的就這三天 慢慢漲上來對不對 這個叫做3D感測 他早就止跌了 我們再來看 3D感測的概念股 裡面有什麼文貌 你看看 昨天外資還大買 那昨天今天又漲 昨天也漲今天又漲 所以有些東西你對照一下 基本面啊 國際股市的內容對照一下 應該是ok的 我們來看下一檔 來冬結今天最尾盤大上漲停盤 為什麼 9月營收創新高嗎 對不對 你昨天今天只要過了昨天那個當下 昨天還沒跌停 今天漲停盤送給你 好不好 這個就做股票的話 妙樣說 你在跌時要早買點 那你要先判斷說 他止跌了沒 對 國際股市就有止跌的樣子 他當然就止跌 營收創新高 那就是 昨天你可能不敢買 今天他開盤也開不高 在平盤附近 因為早盤還有壓回 對不對 好那再來看下一檔 好微軟 來今天也慢慢上來了 9月 他已經聯繫4個月營收創歷史新高了 你到底要找這樣的股票 我告訴大家 你基本面 我們叫做漲時重視跌時重值 他基本面好 對 他就有他的機會了 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美食今天也漲停 這也是我們家的股票 你看看 漲都沒落到了 只能都沒有跌到 今天漲停盤就差一點 快創新高了 對不對 這個一大早就漲停了 好股票不會寂寞 外資天天買 對 我們再來看下一檔 台達店今天也是大檔上來 他的另一個目標叫外資 看到140以上 所以他之前漲一波 這次拉回 今天又漲上來了 我覺得這就是說 你在選股 你不要昨天被他下出場 對不對 那今天你就機會就來了 該放空的時候 我們談上來要空再空 這時候不是空放 我們再看下一個 這個就是可成 我選可成是跟大家講 蘋果昨天也沒有跌到 這是第一個重點 第二個你不要忘了 可成的融資使用力 才3%5%而已 就沒有融資了 如果你要賭瓶蓋股的話 你不賭可成 讀什麼 可成沒有全世界股票 可以讓他做觀摩 因為他是全世界第一大廠 做飢渴的 所以融資使用力已經盪到最低點了 這絕對是最好的股票 來我們再來看下一檔 好台表科 台表科今天也漲停了 為什麼 9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融券還沒有退 融券還沒有退 你看這是很好的股票 所以今天直接漲停了 所以以這樣來看的話 很簡單的道理 投資朋友下禮拜 下禮拜應該有不錯的行情 我認為 空頭應該短線已經結束了 你要把握這一波 再做多 再賺漲停的好機會 謝謝大家 感謝老師精彩的分析 想知道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老師Light 財經記者師 我們下次見 拜拜